记者黄杰台北报导 立委黄国昌罢免案将于12月16日投票 罢免反罢免阵营文宣战率先开打 反罢免的好立委要相挺协会 警案令提告 指控发起罢免的安定力量联盟超级文宣 违反著作权法 安定力量联盟则澄清是民众自发性修徒 反批对方滥用司法资源 后立委要相挺协会的委任律师陈宏 其精致失灵地检署案令提告 并对媒体拿出双方文宣比较图 表示两张图的基本构图颜色 实用的文字字形字体还有版面 整体布局等元完全都是一致的 从比较图中可发现 两张罢免票怎么盖 文宣不同处只有罢免票 分别盖在不同意罢免及同意罢免 背景的不同意被改成同意 左下角的好立委要相挺 Logo则改成霸昌Logo 安定力量联盟则向媒体澄清 文宣并不是联盟制作的 选举罢免期间任何文宣 相关负责人都必须在上面庶民以示负责 而这份疑似抄袭的文宣并没有庶民 可能是民众自发性修徒 与他们无关 呼吁对方不要混淆视听